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说 奉安 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明年就三十了 我想结婚了 听到后面五个字 我猛地从床上蹦起来 大喊一声 真的 此时的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严娇尴尬的神色 我从床上跳下来 从柜子里拿出户口本 一边找白衬衣 一边叙叙叨叨地问严娇 那我们今天去领证吗 还是先办婚礼再领证 我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姐姐 对了 我们今天去看婚纱吧 我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相恋六年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严娇终于说想和我结婚了 我盘算着婚礼事宜 彩礼六斤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少 我要给严娇一个完美的婚礼 可严娇的兴致似乎并不高 她已经穿戴整齐 精致的小西装勾勒出她完美的身线 她看着我 脸色有些灰暗难辨 我一时间有些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接着我听见严娇有些冰冷的声音 她说 姜凤安 我说结婚 但没说结婚对象是你 一时间我愣在了原地 这句话像是平地惊雷炸在我身上 我所期待的一切 在这一句话里瞬间化成了泡沫 姐姐 你开什么玩笑 我盯着她的眼睛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 你不和我结婚 和谁结婚 严娇轻轻笑了一下 她的语气平淡像是说 今天早餐吃包子油条 结婚的人选就不用你来关心了 我们是联姻 互不干涉 你还可以继续当我男朋友 她刚刚涂了口红 红唇上下动了动 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感到冰冷刺骨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看着这个和我相处了六年的女人 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她还是一如六年前一样美丽 可我现在却发现我看不透她 不行 我不同意 我是你男朋友 你怎么能和别人结婚 眼睛要听到这话 轻轻笑了一下 六年了 你怎么还是这么天真 乖 就算姐姐结婚 你还是姐姐唯一的男朋友 说着她理了理头发 拿起包往门外走去 她说的话像是一根针 把我定在原地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背包离开 等我反应过来要去追她时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一看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 我点了接听 接着就是我妈叙叙叨叨的声音 传闭 奉安啊 你和娇娇的结婚的事情你多提提 你过完年也二十六了 也该成家了 听了我妈的话 我的心里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让我喘不过来气 是啊 我今年都二十六了 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结婚了 只有我谈了六年 还没有任何动静 好不容易她说要结婚 可结婚对象却不是我朋友之前和我说 谈得越久越不可能结婚 我特别自信地反驳她 说我和严娇一定会结婚 可如今这一切却像是个笑话 她要联姻 严娇说是联姻 那个男的跟她没有一点感情基础 只是父母之命罢了 想到这里 我拿起外套出了门 我想赌一赌 是我们六年的感情 重要还是她的父母之命重要 我来到严娇的公司 前台看到我后脸色有些不好 过来拦住了我 之前我也不是没来过严娇公司 前台一直都是笑脸相迎的 直觉告诉我肯定有猫腻 果然下一秒我就看见严娇和一个男人 挽着手臂走了出来 看到我严娇本来还挂着笑的脸色一变 随后她松开了一个男人的手 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怎么来了 我的目光落在她身后的男人身上 想到严娇刚刚对她亲密的样子 我就觉得心里像被密密麻麻的 针扎了一样痛 我不能来吗 你在害怕什么 怕我看见你摟着别的男人的手吗 我满脸受伤的说出这些话 可严娇脸上却闪过几分不耐烦来 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 你来公司闹什么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这样的严娇令我陌生 她明明说过 她这辈子只爱我一个的 可如今我到底又算什么 这就是你的那个小男朋友 此时那个男人走了过来 向我伸出了手 你好 我是周行杜 周行杜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见我没接住她伸过来的手 她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如初 她继续说道 我是严娇的未婚夫 很高兴认识你 未婚夫三的字像是一块滚烫的烙铁 直直落在我心上 我再也忍受不住 抬起拳头向周行杜挥去 可下一秒严娇却挡在了周行杜面前 她大声地斥走我 江凤安 你行了 能不能别无理取闹 我的拳头停顿在半空中 周行杜发出一声轻蔑的耻笑 小朋友 你大可以不必把我们的婚姻 看得那么重要 你也知道的 我们只是商业联姻 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行为 周行杜一边说着 一边搂住了严娇的肩膀 她只是眉头皱了皱 却并没有躲开 没有实质性的行为 我看着周行杜在 严娇尖头上的手 再也控制不住红了眼眶 严娇皱着眉头 抖开了周行杜的手 对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没有安全感 我都说了 是商业联姻 我们像之前一样还是情侣 这样安排不好吗 再说了 你觉得你能和我结婚吗 我爸妈想要的那些 你给得起吗 江凤安 认清现实吧 别说现在的你 就算是之前的你 我们也不可能结婚 我的手在身侧钻成拳 指甲陷进肉里 扎得我生疼 这就是我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公布恋情 宣布退出娱乐圈 换来的结果 在遇到严娇之前 我是个爱豆 17岁出道 20岁火遍全网 20岁那年 我遇到了严娇 那个时候 严家的生意做得很大 他和我们公司的高层谈生意 高层叫我们过去敬酒 我酒精过敏 喝不了酒 但那个女高层 执意要我喝 最后是严娇 替我挡下的那杯酒 我直接还记得那天 他温热的指尖 拿走了我手里的酒 替我一眼而下 那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的在狂跳 那年我20岁 对24岁的严娇一见钟情了 我的朋友们告诉我 不要追姐姐 因为姐姐经历的比我多 早就看透了世俗 到时候抛弃我的时候 一定无比心狠 我对于他们的话嗤之以鼻 一门心思的铺在了追严娇身上 严娇确实不好追 他漂亮知性 经常一句话 就把我逗得面红耳赤 我追了他半年 他才松口 他说 你现在这个职业不太体面 如果你能退出娱乐圈的话 我就考虑和你在一起 那个时候的我正当红 微博粉丝2000多万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可我那时心高气傲 以为真爱无敌 当即发了微博 宣布退圈 当然我退圈也不仅仅是因为他 还因为我的父母 并不想我过多地抛头露面 知道我退圈后 他漂亮的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似乎没有想到 我真的会愿意为他做到这一步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 他靠在栏杆上 风吹起他的长发 遮住了他大半张眉眼 他愣了很久 也许是我的行为真的打动了他 他对我说 真是拿你没办法哦 那就在一起试试吧 就这样 我们在一起六年 这六年里 我对他事事顺从 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我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 公开恋情 无数路人 粉丝骂我是恋爱脑 这些我都认了 可他怎么能嫁给别人呢 明明我们昨天还恨不得 把对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 怎么今天 他就可以挽住 别的男人的手呢 说完让我认清现实后 眼交和周行度 转身离开 我站在原地 呆愣了很久 直到前台 给我递了一包纸巾 我才发现 我已经泪流满面 接过纸巾后 我失魂落魄地往外走去 路过一段空旷的小路时 突然有几个人 蹿了出来 来人身高马大 一看就不好惹 他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我一时间愣住 看我这副样子 那几个男人哈哈大笑 为首的那个道 搁几个 周家大少可是说了 要让我们给这几个 小白脸一点颜色看看 大家可不能辜负了 周大少爷的辛苦费不是 说着几个人慢慢向我靠近 我转身就要跑 可却被一个大汉揪住了 后衣灵扯了回去 接着我来不及躲避 一拳落在我的脸上 这些人下手又快又狠 雨点般的招式向我袭来 一开始 我还能反抗着回几个动作 可后来 我直接没了招架的力气 被他们打倒在地 就你个小白脸 也敢勾引周家大少爷的未婚妻 劝你识项点 早点点的女人分手 不然搁几个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你也配到我们大少爷面前抢人 他们的话 随着拳脚一句句落在我的身上 我只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这件事情 严交知情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群人收起了拳脚 我蜷缩在地上 浑身疼痛无比 可身上的痛 再痛 也比不上心理痛 你还好吗 一个窃窃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我努力地抬起头 去看声音的主人 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 女孩叫安芝芝 她把我扶了起来 给我喂了点水 我不想去医院 便请她帮忙送我回家 到家后 她又放心不下我 找到药箱来替我擦拭伤口 我拒绝了她的好意 吃了点止痛药后缓了缓 打算送她出门 结果刚打开门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 正准备插钥匙的盐胶 盐胶在看到安芝芝的那一刻 整张脸都阴沉了下来 她毫不客气地质问我道 她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们家里 我扯了扯青肿的嘴角 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她自己都要跟别人结婚了 安芝芝夹在我们中间 有些手忙脚乱地解释道 这个先生受伤了 我在路上碰见 就把她送了回来 盐胶吃笑一声 这么拙劣的谎言 你以为我会信 明明已经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可是看到她这副样子 我的心还是一抽抽地在痛 她自己堂而皇之地 带着未婚夫 在我面前大摇大摆 可到了我这儿呢 她丝毫不在意我脸上的伤 甚至还要对救了我的女孩 恶语相向 盐胶 你别太过分了 我把安芝芝拉到我的身后 和盐胶对质 盐胶似乎没想到 我会用这种态度跟她说话 眉头立即皱了起来 江凤安 她是你什么人 你为了她这么跟我说话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这就是你的爱 我还没结婚 你就找好了下家 听到她带刺的话 我闭上眼睛长呼一口气 我问她 盐胶 你有没有看到我脸上的伤 此时我的脸上青一块子一块 大半张脸都肿了起来 这么明显的伤 她却在装饰不见 我的话 让盐胶一叶 她眼神闪躲了一下 被我捕捉到了 你知道这些伤势怎么来的吗 我再次问她 可换来的是长久的沉默 我知道我无法再对面前的这个女人 抱有任何希望了 我苦笑一声 对她说道 我们分手吧 盐胶 什么 盐胶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看着我 对于我有多爱她这件事 她比谁都清楚 所以我主动提出来分手 对她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说我们分手 眼交脸上的表情再度变化 她上前一步 试图拉住我的手 可却被我躲开了 为什么要分手 因为这个女孩吗 江凤安 我们在一起六年 你为了追我付出那么多 你舍得跟我分手 原来你也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好笑地望着她 她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手里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我看见了她手机屏幕上的周行度三个字 毫不客气地冷哼一声 带着安芝芝退回房间 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几天后 周家和盐家联姻的婚讯 一经发布 便登上了热搜 无数祝福 奉承在两家的官微下飘过 可也有一条评论十分扎眼 这盐胶看着 怎么那么像江凤安的女朋友 我和盐胶刚在一起的时候 被狗仔抓拍到了几次 好几次盐胶的正脸 都被狗仔放了出来 为此我没少花钱 去摆平这些照片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早已退出大众的视野 现在的我就算是走在大街上 也不会有人多看我几眼 可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能记得盐胶的样子 这条评论像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很快又有人在下面跟帖 爆出了当年狗仔拍的照片 网友经过对比 发现盐胶确实是那个 我宁愿退圈 也要在一起的女孩子 更有一个声称是我朋友的账号 把盐胶抛弃我 转身嫁给周行杜的事情 爆了出来 一大批网友出现 为我鸣不平 当天晚上 盐胶的电话 就疯了似的打了进来 她的电话我一个都没有接 不是我不想接 而是我现在一门心思 都放在了事业的发展了 压根没有注意到她的电话 我不得不承认 一时间 我很难割舍下和她的感情 所以我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我和安芝芝真是有缘 她居然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老板把实习生交给了我 让我来带安芝芝 我们手上的这个项目很难 我和安芝芝一起做策划 做到了晚上九点多 终于到了快收尾的时候 安芝芝叫我过去 帮她看一个文件 我凑到她的电脑屏幕前 看见她文件确实有点问题 刚要开口指出 就听见公司门口传来一道 怒气冲冲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熟悉的声音 我的身体一僵 回过身就看见 安芝正站在不远处 眼眶红红地盯着我们 江承平你和她在一起了是吗 短短几天没见 安芝的状态似乎并不是很好 她的双眼心红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疲惫 若是以前的我看见 她这副样子 肯定是要狠狠地心疼一番了 可是如今我的内心却无比平静 我站起来 挡在安芝芝面前 隔绝住岩娇赤裸裸的视线 岩娇看到我的举动 脸上受伤的表情更甚了 你来干什么 我的声音听起来不嫌不淡 努力和她隔绝开距离 岩娇的眼瞼垂了下来 在冷白的灯光里 平添了几分脆弱 我打你电话没打通 所以来这里找你 说完她抬起眼睛直直地看向我 她的眼神中满是期许 我想请你帮个忙 就是我现在要结婚这件事 网上的舆论特别不好 岩娇本来就摇摇欲坠 就靠着这段联姻 才有可能会起死回生 所以你能不能发条微博 控制一下舆论 听到这里 我算是明白了她来找我的意图 岩娇做出一副委屈的姿态 用哄小孩的语气对我说 你不是说你最爱我了吗 所以在邦邦姐姐 好不好 我以前很吃她这一套 她每次惹我生气 都会蹲在我脚边 用一副委屈的姿态看着我 亲生说 姐姐错了 姐姐不该这么做 你原谅姐姐好不好 像小女孩撒娇似的 很有反差感 让我深陷其中 以前她只要一对我这么说 不管她做错了什么 我都会立刻原谅她 可现在我只觉得无比的讽刺 是到如今了 她依然想用我的爱来威胁我 来成全她和别的男人的婚事 真是可笑至极 你想我怎么帮你 我看着她面无表情 可她的眼睛却亮了亮 连忙提出了她的要求 你就发一条 我们是和平分手就好了 和平分手 我轻轻复述了一遍这四个字 在她期待的眼神中 我吃笑一声 你觉得我们这样 像是和平分手吗 看到我是这副态度 眼娇的脸色僵硬下来 江承平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 还不明白吗 姐姐 我对你的付出了多少 我相信你也心智肚明吧 可即便 这样你也还是要和别人结婚 不是吗 我们六年的感情 也没比得上她 和你吃两顿饭不是吗 我看着她 把这些天压抑在心里的话 全都说了出来 严娇似乎是第一次认识我 她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毕竟以前的 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奉为圣旨 我有多爱她 她心智肚明 可是这份爱 也是她亲手斩断的 怪不得别人 她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什么 可是有一道声音传来 打断了她即将要说的话 娇娇 事情还没解决好吗 周行杜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接着我看见 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我的心里一阵无语 这对夫妻 一个两个的 都来给我找不痛快 周行杜斯文地笑着 又伸出手来 想跟我握手 我回忆她一个 皮笑若不笑的表情 清楚地看到了 她眼底那一闪而过的阴狠 看来这事情 并不是很好解决 周行杜的手收了回去 她想去牵严娇的手 却被严娇毫不客气地甩开了 说好了是协议婚姻 在这儿就没必要装亲密了 严娇皱着眉头 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似乎是在告诉我 她还在意我 可是如今我已经不在乎她 是否还在意我了 被扶了面子的周行杜也不恼 从随身的公文袋里 掏出一张请帖来 递到我面前 这是我和娇娇的结婚请柬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想这会成为娇娇的一大遗憾 说着周行杜的请柬 又往前递了递 我伸手接下这请柬 没有想象中的烫手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的周式的力量 果然强大 当天晚上 所有关于我和严娇 所有的评论和图片 全都消失不见了 对此 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波动 一心一意 只想做好我手里的 这个大项目 无他 只因为这个项目的竞争对手 正是严家 而且关系着严家的生死存亡 我心里憋着一口 无处发泄的气 想要在这个项目上争回来 可是想要拿下这个项目 又谈何容易呢 好在安芝芝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天天陪我加班到深夜 赶都赶不走 她比我还要小一岁 话多 活泼 容易脸红 可我没想到她会跟我表白 还是在和项目的招标会后 我们精心准备的项目策划 成功拿到了做这个项目的资格 外界都说严家的团队 近些年来越来越差 根本就不堪一击 一开始我还不敢相信 可真正到了现场 我才发现传言非虚 严娇得到消息后迅速赶来 她赶来的时候 安芝芝正在向我表白 姜哥 我曾经对自己说 如果我们能拿下这个项目 我跟你表白 没想到我们真的拿下来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安芝芝便点起脚尖 吻在了我的脸上 明明是她亲了我 可她却羞红脸问我 所以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那一刻我沉浸的心再次跳动起来 也跟着不由红了脸 而刚刚的这一幕 全都落在了不远处 严娇的眼里 她疯了似的冲了上来 一把推开安芝芝怒吼道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亲她 姜凤安 你什么时候和这个女的 勾搭在一起的 你不是说你这辈子 只爱我一个人吗 那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她大喘着气 似乎越来越不像 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严娇了 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 严娇的脑回路 她自己都要嫁人了 怎么还盯着别人 不让别人自由恋爱了 怎么 难道我要为你一辈子 守身如玉吗 严娇 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吃笑一声 看向她 没了爱情的滤镜 我才发现她也没有那么好了 你都要结婚了 就请别多管我的闲事了 说完这话 我拉起安芝芝的手 在离开之前 顺便提醒严娇 与其在这里 管我跟谁谈恋爱 不如早点做好 严家破产清算的准备 我说完这话 拉着安芝芝的手 转身离开 丝毫不理会 严娇在背后发飙的声音 严娇和周行杜的婚礼在即 严娇却不知道 哪根筋搭错了 突然缠上了我 她开始每天蹲守 在我上下班的路上 说要和我一起回家 我不理她 她就自顾自地走在我的身边 开始说我们之前的事情 她从她为我挡酒 开始说起 一直说到我为她退圈 然后又说到 我们在一起六年 她以为我听了这些会心软 可我的心却越听越凉 原来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她都记得 可即便这样 她也能毫无芥蒂的 去跟别的男人结婚 然后又在这里招惹我 不让我去爱别人 她怎么能既要也要呢 想到这里 我只感觉一阵阵地犯恶心 这时安芝芝正好走了过来 我迅速跑过去 牵住了安芝芝的手 严小姐 我们早就分手了 你也要和您的未婚夫结婚 我现在也有了新女友 麻烦你不要再打扰我们了 可以吗 眼角面色铁青地盯在 我握着的安芝芝的手 江峰安 我说过很多次 即便我结婚 你也是我唯一的男朋友 现在你居然和这个女的 私混在一起 你一定要让我把事情 做绝对吗 听到她这么说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 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安芝芝身边 就怕严娇对安芝芝 做出来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可是一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 就在我悄悄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安芝芝和我牵手的正脸照 被人爆了出来 瞬间涌出不少 营销号跳了出来 暗示网友 我和严娇的分道扬镳 是因为安芝芝的横差一角 看到晚上的这些 通搞我气得发抖 一个女孩子的声誉 有多么重要她会不知道吗 可她却还是把小三的标签 贴到了安芝芝身上 就在我要出门找严娇 说个清楚的时候 严娇的微信发了过来 我说过 别逼我把事情做绝 我知道你肯定还爱我 所以和她分手好吗 就算我结婚了 我们也还是可以 像以前一样相爱 看到这些话 我的脸色逐渐阴沉起来 严娇能够把事情做绝 那我自然也能 随后一个计划 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这一次 我要让她也常常被背叛的滋味 严家在周家的帮扶下 最终还是绝处逢生 没有进行破产清算 紧接着周行度和严娇的婚礼 也如期举行 周家可以说是本地的龙头企业 婚礼现场极其隆重 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基本上都来了 还有几个小网红 扛着设备在直播 我被安排在前面几桌 不一会 一个身穿黄色裙装的女孩 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和她对视一笑 都在期待一场好戏的开始 婚礼正常举行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两个人说完我愿意后拥抱在一起 随后到了长辈 说话的时候 严娇穿着婚纱战和周行度 退至舞台的一旁 我坐在她就近的这一桌 她的目光紧紧地落在了我身上 就像是周行度的目光 落在了我身边黄色裙装姑娘的身上一样 我身边的姑娘叫林毅 是周行度最想娶的白月光 但林毅父母只是一般的公薪家庭 所以尽管周行度再爱她 也不可能娶她 林毅是个很有个性的姑娘 她知道周行度要结婚后 立刻就提出了分手 可周行度却不同意 并把她囚禁在了山上的别墅里 直到三天前我找到了她 我们联手送这对渣男渣女 一见终生难忘的大礼 当婚礼的BCR开始播放的时候 会场的灯突然暗了下来 紧接着大屏幕亮起 出现的是周行度和严娇拍的婚纱照 一开始一切正常 可画面播放到一半 严娇的声音却突然从音响里响了出来 只要你跟安芝芝分手 我保证明天那些通稿我会删得一干二净 严娇瞬间愣在原地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满是惊恐 可她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是周行度的声音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保证再也不会关着你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那个周行度 和她结婚 只是为了救严家 等到时候 周家把严家剩下的那点资产吞并 我就和她离婚 让你做我名正言顺的周太太 这几句话交叉播放 在场的宾客全都面面相去 很快便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对看似小情侣 各有各的龌龊 而严娇在听到周行度 要吞并她家所有财产的时候 直接拿着手捧花 扔在了她脸上 而周行度也不甘示弱 直接一个巴掌 甩在了严娇脸上 看新郎新娘 这般在台上大打出手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反应过来的工作人员 到处在找关爱音响的开关 可惜现场的音响早就被改过了 他们怎么关都不关不掉 只能任由她播放着 严娇和周行度的名言 安芝芝有什么好的 一个小女孩 你不是最喜欢姐姐了吗 我的本意不是让你当小三 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阿易 你要知道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他们两个一个造谣 一个绑架 不在一起所死 简直是浪费社会资源 严娇和周行度的婚礼之变 登上了热搜 尽管周家很快就把热搜下了下来 但所有人都看清了 这对所谓天作之河背后的龌龊 很多我曾经的粉丝出来替我可惜 没想到我最当红时退圈才追到的人 最后居然会这么对我 我又何尝没有这般感慨呢 我从未想到 最后我和严娇会落得这样的结局 在和她谈恋爱的六年里 我一直坚信我们能够走到最后 可现实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 我再次见到严娇的时候 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她穿着有些宽大的衣服 在寒风中站着 再看到我的那一刻 她的泪水从眼睛里漫了出来 站在我身边的安芝芝 默默地抓紧了我的手 我回卧室她的手 示意她安心 随后当作没有看见严娇一样 带着安芝芝绕开她 可她却突然叫住了我的名字 江凤安 我停下脚步 却没有回头 如果我和你结婚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局 严娇的声音沙哑 隐隐带着哭腔 会吗 会的 我那么爱她 和我结婚的话 我会继续把她宠进骨子里 我会尽我全部的力气 让她过上最好的生活 可惜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更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从她说 结婚对象不是我的时候 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看我要走 严娇冲上来 从背后还上我的腰 凤安 你回头看看 姐姐好不好 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 这一次我没有说话 只是掰开了她在我腰间的手 按支支面带怒气地推开了她 严小姐 请你自重 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严交张个张嘴 满脸后悔与不甘 周刑杜被林毅告上了法庭 最后被判处非法监禁罪 处三年有期徒刑 听林毅说 周刑杜在法庭上还在一直辩解 她说自己是太爱林毅了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可是爱一个人不该是这样的 她这种行为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 后来 严交疯了 她和周刑杜在结婚前领了证 再怎么样 她都已经算是周家的媳妇了 周家本来就是高门大户 和严家联姻也是看中了严家的名望 若是能吞并严家周家 必定能够再上一层楼 可如今捅出这么大的楼子来 周家的名声也跟着一落千丈 这简直是赔了儿子又折兵 周家父母自然是把问题都归咎在了严交身上 严家如今已经破产 依附着周家讨生活 对这个女儿的态度更是不闻不问 更何况严交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是丢尽了严家的脸面 听说周家父母没少为难严交 不让他出门工作 让他在家里24小时随教随到 当庸人使唤 周家的保姆出来买菜时 和别家保姆聊天说 周家父母让严交四点半起来 做家务 吃饭的时候也让严交站在一旁伺候 更是百般挑剔 严交哪里是能受得了这种苦的人 他向来标榜自己是独立女性 在严家的公司任职副总 在手下人面前更是说一不二的小严总 当初也正是他这种气质 深深吸引了我 而如今他却落得了 只能困在家里伺候公婆的结局 这样前后惨烈的对比 也难怪他会封 他封了后周家和严家 都没人愿意管他 甚至连精神病院都没有送去 他跑到了我们之前一起居住过的那个小区 穿得破破烂烂的 整天在小区门口晃荡 最后小区保安认出了他 才联系上我 听保安说 他现在每天都会抓着过路的男人问 是不是我和你结婚的话 结局会不一样 当我真正看到他这副惨烈的模样时 心里真的很不适滋味 尽管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可看到他这副鬼样子 我最终还是心软了 联系了一个精神病院 让人把他拉走了 后来我和安芝芝结婚了 安芝芝在婚礼前一天向我坦白 他说他以前是我的粉丝 以前我的每场演出他都会去 他之前不敢告诉我 怕我觉得他别有用心 我笑他傻 有一个人能够爱我这么多年 明明是我的夫妻 婚后我的生活幸福而美满 事业也在蒸蒸日上 而周家和严家 却在一步步地走向败落 三年后周行度出来了 听说他第一时间不是回家 而是跑到了林毅面前 跪求原谅 可此时的林毅也已经结婚了 他的女儿都满月了 谁又会在意 蹲了三年牢的周行度呢 无人在意 我们只想过好现在的生活 守护好自己身边的人而已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